大家好,我是刘涛,然后在《欢乐颂》当中是饰演Andy 第二季的Andy会有很多变化 比如说他一紧张就喝水 但是在第二季的时候他慢慢的已经好很多了 包括原来他不喜欢别人碰他 但是第二季他也会去主动抱别人了 人都是需要一个成长的 主要是因为在他身上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件 因为感情原因带来了一些问题 当然Andy当他打开心扉的时候 他也是很自然而然的会去接受很多东西 开始去懂得理解人与人之间的一些人际关系的处理 然后判断事物也比较果断比较快 第二季其实就是一个Andy的一个成长改变 那么同时也有他特立独行的气质 可能会跟大家想象中的还不一样 可能这样反而会更有期待吧 三轮一二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四 来 三四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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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第一季来讲起点是Andy的一个启蒙老师 如果没有起点的话 我觉得他应该也不会去接受那么快的去感受和接受感情的东西 本来我觉得Andy就像是一块拒绝融化的冰 但是刚好用起点的温度 一点一点把它给融化 包括现在的新的一个对象 小包 小包就是一个直接 一个他们说叫行走的荷尔蒙 就是个人魅力很强 看似浮夸 其实还是挺单纯的一个男孩 所以两种不同的男人 在她的身边出现 可能真的会给这个女人 两种非常不一样的爱情观吧 当然我相信观众一定会各有所爱 因为每个人眼中 所期望的男人的样子是不一样的 欺负男人啊 给我你肩膀的温度 总之往事 历历在暮 曾亲在乎 有些给予 双鸡 请开进 拿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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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女朋友来了 我觉得观众可以看到一些现实的东西和梦想的东西 包括一些情感方面 家庭的亲信也好 朋友之间也好 爱情也好 其实这都是我们人生最终的一个归属 五个女孩子嘛 我们还是互帮互助 然后各自会遇到不同的问题 那这些问题都会成为22楼 我们需要去共同面对和探讨的 因为五个女孩还是有不同的经历和不同的人生观 所以也是我们这部戏值得观众去讨论 去追的一个魅力所在 不要挡住我的脸 不会的 猪 猪 无论生活是怎样的经济满地 我们都是勇敢向前 欢乐人生 你叫啥 你不叫啥 你不叫啥